财政部长张胜和是特地的到国税局视察 他甚至是公开的呼吁说 富人从社会上赚了很多钱 应该把缴税当作是做工的做工艺 而今年缴税特别的是 纳税人不会再收到了扣缴评单 另外微软的XP退役 为了防范资安的问题 建议不要用IE的浏览器来报税 谢谢你们 五月报税季开跑 财政部长张胜和一早就到国税局视察 直呼景气乐观 税收稳达标 更呼吁富人慷慨解囊 把纳税当作做工的 这就是公益嘛 你纳税以后就让全国人民的受益 它就是公益 事实上钱这么多也用不完 小姐今年说是没有扣缴评单 那个要凭身份证办是不是 婆婆妈妈拿出身份证到国税局查资料 报税五指化正式启动 纳税人不再收到扣缴评证 除了带身份证证本 零贵查询 再加网络申报 还是最经济实惠 其实有资本会比较好 对比较有根据 做环保 这很好 这个证证很好 另一个大不同 今年微软XP退役 不再提供更新维护 微软IE浏览器恐怕存在资安问题 财政部建议纳税人少用为妙 来宾195号 小资族看过来 今年个人免税额标准扣除额 薪资扣除额提高三到四千元 民众得注意像是全额健保费 十二万租金支出 三十万自用宅借款利息 都能纳入涅举扣除额 扣除额有拉高吗 应该是会有省到一点钱 国税局人潮满满 赋税署更提醒 网络申报不但快速省时 还想有优先退税 建议民众多多把握 东西财经新闻 崔宇芳 黄复乡 台北报道